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龍給國安球 斷點上面可以做得更明確 塔克老師最近也在他個人的社群媒體宣布退休 離開籃球要回歸家庭 上一次他打到國王隊五個三分球嘛 應該大家還記憶猶新 對 可是延續三場 包含這場比賽在上半場也沒有任何的出賽紀錄 感覺克拉索福被頂到了一下 奧迪已經玩起來了 最後還是由奧迪來擺進這兩分 阿米兩個掩護之後再把球分給奧迪 打一步的中距離最後這球算框而進 奧迪在外圍的手感今天也不是很理想 這一球擺籃差了一點 奧迪這邊一個空檔 他自己輕鬆的上籃得分 其實蠻納悶的 剛剛已經有四個人回防了 為什麼還會露這麼大的一個空檔 右尾再分給少甫 第二拍最後被艾迪被奧迪給蓋了下來 根據洪啟超教練的說法 應該是在農曆過年的前後才有機會回到球隊 哇 真的點點開花 現在的國王隊打起來已經沒有壓力了 每一個人的出手都很有信心 最後時間到點 一百零九比八十六 這是一個二十三分的差距 對新北國王拿下一個近期的四連勝 要來迎接二零二三年 雞犯 對新北 曲